被杀之前 梁朝的简门帝肖刚 喝了一个大醉 他用这种酒精带来的麻木 迎接无奈的死亡 他刚刚这么醉倒 王伟带了几位杀手 就把那东西找来了 什么东西啊 二不多金一大土袋子 有的外边三个人连拉带拽的 把他拿到屋中 压在这肖刚皇帝的脑袋上 人压在闷呢 那还不死吗 一看这皇帝肖刚 已经没有气息了 王伟马上命人 先把那门板拆下来 拆门板干嘛呀 在那停的 拿大功夫 临时担架先把他搭走啊 就在城北酒库这块 随便挖了一坑 王伟大概也是有点坐贼心虚 担门帝不是爱喝酒吗 生前爱喝酒 四号我就给你买的酒库这 你慢慢喝吧 就把这位担门帝是草草下葬 梁朝的担门帝 自打被幽进起来之后 早就知道性命难保啊 他有很多对于生死 对于人生的感叹 想把他写出来 这简门帝肖刚 文化水平相当高 是很有才情的这么一位天子 可惜现在 他找不着纸啊 这皇帝都惨得这样 比墨烟瓦都没有了 已经被废了 失去自由 没有办法 他跟堪他那几位 好说歹说 算对付来比了 有笔有墨就在墙上写吧 不敢再要了 人家不给了 什么巨角嘎啦 墙板上 床铺上 墙壁上 房梁上 写了很多诗文 看诗文数百篇 言辞凄惨啊 王伟这帮人 把那些能看着的诗词 尽量都毁掉 这就消脏灭迹啊 好想放麻火 把这工程烧了 来不及了 反正把他墙上涂了一个跟猫脸一样 有几手没看见的 散落于后世 后人每每每独知 倍感心酸凄凉 在五百五十一年 这一年的年底 侯景大势将去啊 为什么 好些大将 都背叛他了 侯景也等不定了 等不定了啊 得赶快证名分啊 他给自己加了酒膝 自己给自己疯了 反正那皇帝不都杀的 差不离了吗 他借那萧栋的口吻 黄太孙登基了啊 封自己酒膝 然后又逼着那萧栋 善为 自称为 汉皇帝 萧栋呢 萧栋也被废了 跟他自己两个兄弟 一块被关在忧势之中 这命运又是怎样一个走向 您再看这侯景 乐大的 史书上说这侯景登太极殿 其党数万 好嘛 天子临朝 好几万人在大殿那站着呢 最可乐的是这党羽数万 且吹唇 欢躁而上 您想想 这一点礼也没有了 打着口哨 喊得好 起劲就上来了 这侯景坐那 那是想皇帝吗 这什么滋味啊 恍惚之间 很多人都感觉有些疑惑 这是 堂堂中国的皇帝在登基啊 还是大漠以北 边远地区哪个 蛮族的大王可汗在声仗 闹不明白了 至此有人可能会疑问 侯景被东魏慕容少宗打败 当时身边只有那么八百多人 现在怎么光党羽冒出数万人呢 而且这一败 不说好些人都已经叛逃了吗 的确 侯景是一步一步攻击梁朝 滚雪球这样 把势力壮大 日益裹挟被他击败的各部梁军队伍 攻克健康之后 侯景宣布 全部释放在南方作为奴隶的北人 这收买人心啊 那么这些人加起来 也不过就两万多人 再加上他所解放的奴隶 构成了其主要的心腹力量 这些被南方人一使的北方奴隶 一旦翻身 复仇心理特别强烈 所以这江南一带的百姓 遭受了深重的杀戮跟涂炭 当了皇帝 侯景当然到大会群臣 进行朝会 对于头一天这种现象 他还能够隐忍 慢慢归顺 慢慢叫化吧 高大伙以后上朝不能再吹口哨了 不能欢呼雀跃 说话得有顺序 侯景心想 这么多人我也不能瞎说 为什么呢 你别看好几万 是不是都跟着我这还两说呢 有很多人是在这滚吧 我得慢慢收拢人心啊 刚说了没几句话 王伟出班 请立七庙 侯景纳闷 什么是七庙啊 陛下 凡是做天子的 一定要立宗庙 祭祀自己以前七倍的祖上 得供人家的灵牌 这就叫立七庙 哦 侯景抓耳挠腮 坑吃半天 大伙一看怎么了这是 呃 朕只记得 我爹 叫叫叫什么来着 大伙没敢乐 他连他爹叫什么都忘 啊对 叫侯彪 而且哎呀 我父亲的王魂远在 朔州啊 能大大远跑到江南这儿 吃我们的上宫啊 好 这问话问的显得极其的 低弱智 这么一种表情 那鬼魂哪不能来啊 哄堂大笑 整个的朝会 改这演出场所了 逗得底下 前仰后合 都觉得这皇帝真幽默 是幽默吗 实话实说 王魂远知道自己皇帝几斤几两 他拿花楞给圆上来了 陛下 我早已听一位老兵谈起过 跟您的祖上曾经南征北战的往事 他说您的祖上叫一余周啊 这是匈奴名字 您可以把这老兵找来再问问 大伙一看啊 你看 有知的底细的吗 朕就把这老兵找来了 这算把侯景的爷爷的名字定下来 再往上 还差着四辈呢 王魂也不打听 侯景也实在想不起来 也没地儿问去了 最后 王魂就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书房里边 开始创作 这族谱有创作的嘛 没辙了 王魂为了让皇帝光宗耀祖 就得给他编出四辈来 编完之后 他也不管后人怎么考证不考证的事了 只要姓侯就行啊 大红牌位 苗金七 写着名字 就供那神庙里了 侯景当皇上之后啊 他突然感觉的 不像登基之前想的那么快乐呀 以前琢磨是名不正言不顺 现在当皇那名正言顺了 手下人也都加封了 眼睁睁 封的官这么多 跟他的人也上了万了 自己应该感觉他很欢乐了吧 恰恰相反 这位不满七尺 五官丑陋的脖子皇帝 越来越别扭 为什么 他穿那套皇帝的行头 他怎么感觉自己都不像皇帝 越穿越不像 一着急 他把整个皇帝那行头都换了 戴白纱帽 披青布袍 免留官也不戴了 弄一把梳子就插在法际上 朴素的简直 比那看门的还可怜呢 就在巨大的玉床之上 他常常再放一个自己的行军床 自己行军床 他一个人住那儿 他行军打仗 一个人睡那简易床睡惯了 这大龙床睡着别扭 老感觉掉地上一样 而且 他着靴垂脚坐呀 就穿着鞋 两脚着地这么坐着 那位说 这坐得很正常啊 您不能跟现在比 当时 汉人的习惯是跪坐 你看现在日本人那做法嘛 和古代中国很相像 而作为侯景 他们这些胡人 没有这种跪坐的习惯 所以侯景为了舒服 就把自己那简易床 放在龙床上 有时候站在这简易床上 他往那地上一蹦 您就感觉出 有点像练杂技的了 床上落床 桌上落桌子嘛 反正他这一切行动 跟汉族习俗 大不相同 在娱乐方面 侯皇帝也很简单 吹吹笛子 吹吹那牛角 有时候骑着马在宫里跑 溜达溜达 这骑着马在宫里 能跑得开吗 嗨 你要想跑 怎么都能祸祸 顶大步进了 到那御花园里边 打打鸟 练练弹弹弓 也就这个 可天天他不闲着 玩不腻的这么折腾 那忠臣王伟不得高兴了 皇帝不能随便出去玩 那御花园老在里边待着 那不安全 侯景挺烦 这当皇帝当的 就够窝心的了 啊 我没事当什么皇帝 我还不如以前了呢 现在干的什么 你都管着我 镇脚着 不如囚犯了 从前侯景是侯大丞相啊 侯景在西州大开府门 文武为了拍马屁 天天都往侯景侯的 城下他们家里走 那多热闹 现在呢 是皇帝了 好些人都想见都见不着 皇帝不能整天 带着一帮旧友们在那 就喝酒玩啊 一个人玩都没劲 侯景见不着大伙想 大伙见不着侯景 还心生怨恨呢 难道你侯景当了皇帝 就忘了顾骄了吗 就在幕侯而关的侯皇帝 在建康城里 阳尘动土的大折腾的时候 相动王萧义 派王僧辩 又一次进攻侯景 诸禄大军 齐发巡洋 那大船头尾相连 在江面上绵延数百里啊 一面是王僧便带领 一面是陈霸仙 作为领队 陈霸仙带领三万人马 一千只战船 跟王僧便 在白毛湾这块 两军会合 两只人马共读蒙文 是替泪慷慨啊 一边哭着 一边发誓 要把侯景消灭 那侯景干嘛呢 侯景正在那杀仇人呢 哪位仇人 就那刘神帽啊 侯景当年 被慕容少宗打败之后 败之兽养 就是当地的一位 梁朝的地方小官员 那小败类 叫刘神帽 不给他出主意 你骗取兽养吗 进着寿阳城 他就把人寿阳的 守城的将领给杀了 就这刘神帽 给出的坏主意 是他一步步 引着侯景 走向健康 刘神帽就归顺了侯景 现在 侯景天下人 要供诛之 刘神帽又背叛侯景了 这可把侯景气坏了 啊 现在老子不如原先 那么生名忘了 你就想背过来 给我来一刀啊 你反复小人呢 侯景没想想 自己也够反复的 这会儿 恨死这刘神帽了 把刘神帽抓住之后 专门给他特制了一台 大闸刀 干嘛用的啊 啥仇人用啊 这口刀 是背后 热戏啊 事书上记载侯景 对刘神帽的恨恨的 什么程度 说先进其足 寸寸斩之 以至于头啊 他按着切羊肉片的方式 把这位反复的小人 刘神帽 折磨而杀死 刘神帽 首劝侯景 进攻粮朝 把这个北方叛贼 引到江南 带来了江南巨货 侯景之乱 杀了有多少人呢 要从这罪恶来说 刘神帽 早就该死了 咱们单说王僧变 他跟陈霸 先两军会合之后 王僧变带领军队 一路高歌就杀下来 杀到了乌湖啊 当时侯景手下的大将 几乎是不战而跑 弃生而逃 打得都已经没了胆了 侯景也害怕了 下诏 赦免湘东王萧义 无罪 大伙一听全乐 把萧义气的 简直都气哭了 怎么的 你要是邪天子 令我们这些诸侯也倒罢了 你现在把我们萧家人 全都斩尽杀绝 你还免谁无罪啊 你是死定了 文武大师们也是这想法啊 没了萧家的谎子 你下诏管什么用啊 侯景 万般无奈 就趴在那龙床上面的壶床上 拿被子把自己蒙住 就哭了老半天 谁也不敢拦着他 最近一段时间 这陛下有点神经 说杀谁就杀谁 等着他吧 侯景哭得很痛快 哭清醒之后 派人赶快准备船 准备船啊 塞满石头 沉船 与河中 以堵住 那入河口啊 万一那大船进来 咱们给他制造一点人为的障碍 同时 他又命人沿着淮河 加强防范 这还没等准备到位呢 人大将陈霸仙 带领的人马已经占据北岸了 没多久 攻下石头城啊 侯景一看 自己身边 剩的也就一万来人了 败的败 跑的跑 再打 这一万人都保不住了 赶快走吧 陈霸仙带领人马猛攻猛冲啊 侯景 败的这惨啊 最后跑到内城 外城已经丢了 让他也体会体会 当年梁武帝 被困死的内城那份绝望 让他知道知道什么滋味 进到内城之后一眼 他就看见那亲信王伟了 王伟都傻了 陛下臣无罪啊 呸 就是你让我当皇帝 害死我了 王伟一看 得赶快躲躲 也不敢跟这皇帝争辩 他躲入了宫中 侯景 用大麻袋 把自己生下的两个小儿子装麻袋里 为什么 大概是好搬运 他逃出 建汤城 刚要纵马跑 有人怕 把他这马精神给拉住了 陛下 使不得呀 侯景定睛一看 啊嘿 还是你啊 谁 又是那王伟 你怎么又出来了 你非得死在镇的马前吗 陛下 王伟还哭了呢 自古哪有逃跑的天子啊 宫中卫士还有一万余人 游足一战 咱们还能打呀 弃死宫殿 陛下 与何处往之 你去哪啊 哎 问得侯景也好茫然呐 西年朕大败贺巴胜 破葛荣 扬民和朔呀 我那会儿打仗打得多漂亮 渡江 平台城 击败了柳仲理 是易如反掌 打得王僧辩 见我都要朝见 行大礼 今日是天王我侯景啊 反正一战败都赖天 就不想想自己怎么回事 朔文化侯景 胜泪俱下 回头又看来看这 雄美的工程 什么时候还能在笼床上 再搭自己那 捡一床啊 侯景想不了了 也大概没这机会了 他泪如雨下呀 带着众人 乐意走 跟我一块走 不乐意走 咱们各奔西东吧 王伟一看 跟着侯景 非死他手里不可 陛下保重吧 他们是四散奔逃 王僧辩带着军队 打进了内城啊 这位得胜的大将 根本就没有 严令约束自己的士兵 所以这些梁朝的政府军 也像贼人一样 是抢掠居民 致使男女裸露 自石头城 至东城 浩气满道 一路上全是枯的 现在看来 最可怜的 就是在这种战争洗礼中 无辜的百姓 这种战争 给这些无辜的百姓 带来是一茬连接着一茬的痛苦 到了晚上 有人放弃一把大火 焚烧了太极殿 以及东西两面的侧殿 所有的宝器都被烧毁了 侯景呢 逃到吴郡了 还跑 实在是没地可去了 听说自己的那位 同宗的侯震 也来追他 气得侯景 好像就马上掉下来 咱俩都姓侯 你跟我过一步去干嘛呀 可是侯震是真不认这位亲戚的 非要抓着侯景 瞅那意思生吞活 拨了不可 侯景一看得了 我弃暗登舟吧 划了来几只小船 带着亲信 他就上了船 拼命 往水深处划呀 划了一天一夜 这勉强 摆脱了侯震的追军呢 侯景多惨呢 他坐这船 顶多 也就能坐十个人 自己那俩儿子还在带子里呢 这再多了 这船就能沉漏 现在一起风 这船在江面上 再一摘呗 回来来个底上边 口下面 那自己就扣江里了 哎呀 侯景一着急 看了看身旁的亲戚 哪个也不能少了 这家伙就急疯了 他把那口袋滴了起来 懂 扔江了 把自己俩亲生儿子 推水里去呢 大伙全都杀了 侯景看看众人 清灯只要跟着我 将来富贵荣华 咱们共享啊 大伙心想得了吧 你连你儿子都不要了 我们算什么呀 吓得谁也没敢吭声 侯景 感觉着自己也疲惫了 睡在了周中 这连日来奔逃 先甭说这个体力劳力 心里的紧张 就让侯景已经难于支持了 他睡着了 随行中人 有一位姓杨的大将 叫杨坤 这杨坤 就是那位太守杨坎的儿子 杨坎当年帮着梁武帝 抵御侯景的战乱 一直是战死在江场 杨坤是他儿子 可是侯景进南京之后 没杀这杨坤 反而他娶了杨坤的小女儿 做了妾了 那么杨坤 就成了他的大舅哥了 俩人成亲戚了 杨坤一直也跟着这侯景 侯景对着大舅哥还真不错 现在杨坤跟侯景的两个亲信 就保护着侯景 仨人一看侯景睡着了 眼神这么一碰 心照不宣 跑到舱外一角落 避开众人 这三位亲信商量商量 杨坤出主意 应杀侯景以自保啊 一夜偏周往哪儿飘 都得被人抓住 现在不杀侯景 咱们都活不了 这两位亲信也点头啊 商量好了之后 他们又返回到侯景的卧舱中 侯景睡着睡着醒了 喝酒喝的 就起夜 站在船头 这就结手 这哪是皇帝的做派啊 不对 他这龙眼神一看 哎 我说 这船怎么滑回来的 对啊 原想奔东 怎么又奔西了呢 怎么一着急 一喊来人呐 杨坤就到了 什么事啊 这 他就一听 这话啥不对 怎么也得叫个闭下啊 一回头 杨坤手里攥着刀呢 刀尖正冲着侯景 借着一轮月色 这口刀冷森森蓝瓦瓦瓦 甚人的胆寒啊 杨坤用刀尖点了点侯景 我们众人为你卖命到今天 已经够不容易的了 今天事已至此 你也终无所成 我们想借着您向上人头 换取富贵啊 啊 侯景没等说话 杨坤一百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